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伊尧 因為有觀眾問到這個關卡喔 那我回去打了之後我才發現 欸 以前好像很多關卡真的都是跨時空做球的感覺欸 好啦 是哪一關 我們回到以諾時代喔 然後我們點選以諾塔頭上那個圓環 點進去 這個十一封主線的extra 魔魅之君的行徑 之前我已經帶大家用銀石打過一次了 不過銀石打起來可能有些地方還是要小注意 那我這邊帶大家用白夜叉 這一關是水暗成員限定 用白夜叉來通關一次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說它是跨時空操作球喔 好啦 那這邊就帶一隻靖騰訓就好 其實你要不帶也可以 只是中間有一關固定連擊 然後浮石騙你半套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好啦 第一關幫你把技能恢復喔 那這邊你可以先把白夜叉開下去 啊 先不要關齁 那第一關那個血很少 隨便轉都有齁 那時候覺得這一關禮多必炸啊 一開始就幫你把技能恢復 肯定有鬼 那 的確在當時也真的不好打 那現在就比較還好啦 來這邊的話就直接去轉齁 這邊是25%盾 然後有一個燃燒 那這個燃燒的話白夜叉也有 直接把傷害減到1的效果 所以這邊 呃 對 它打你之後啦 你是只剩下一滴血沒錯 但是這邊不用緊張齁 你就直接 朝剩下的再去轉就好 好 那等一下如果越來越多怎麼辦 欸 這就是為什麼我白夜叉一直沒有關掉去壓血的原因齁 就是在這邊要做一個備案啊 好 按你這邊 對 如果還可以轉 那你就繼續轉齁 然後不能轉 你就可以把那個白夜叉關開一次了 你看像這時候特別多 把它關掉 然後開另一隻 這樣你就又有很多空間可以去嚕這個傷害齁 因為它只是把燃燒傷害減到1啦 你如果嚕太多 呃 不是嚕太多啦 你如果剩下1的時候還去嚕 那一樣會死掉 這個跟 有人玩吃油會把自己燒死的原因 是一樣的 好 來 手消全新 然後回復顛倒 白夜叉自己自帶回復歸零效果齁 好 這邊就把新全部消到就好了 OK 來 接著2血這邊是一個攻前盾16康齁 空轉 等它打過來 好 打過來之後全版風化 欸 你就再把白夜叉關掉 啊 你這時候可以不要去消新珠啦齁 因為你消新珠就有一個回血的效果了嘛 啊 幹 我還是消到了 沒關係 喔 它這一關剛好回復歸零 很給面子喔 來 接著第4關 好 第4關這邊就是我說的 欸 還沒還沒 還沒到這時候齁 好 來 這邊用白夜叉先打開 然後你就去把水一次全部消掉 好 它消掉之後 它下一回合 就直接幫你轉掉 你場上也不會有那麼多水齁 好 來 這邊就直接A過去喔 來 接著第5關 好 第5關就是我說的浮石騙你半套齁 好 這邊就開鏡藤 直接去無視它的固定連擊 好 你可以看到我只轉1combo而已齁 傷害就非常足夠 來 接著是左右風暴然後8康 欸 這個在當初也是不太好搞齁 好 現在 壓血就直接幫你加了17康啦 還在那邊跟你8康對不對 好 來 這邊也直接塗過去齁 來 接著第6關 好 第6關這個蠻有意思的啦 看起來是不能手消暗的感覺 可是實際上它就是一個 讓你脫回合的小怪而已喔 跟那個什麼 母親的強大 有點像 就是王的前一關會出一隻這個 好 實際上沒有什麼用處 好 接著王1這邊齁 它就是自殘 你就空轉就好了 好 然後它會把你整盤變成暗 然後回復剩5% 不過沒關係 白夜叉就是打不死 你真的說我要雞蛋裡去挑骨頭的話 就是 加17康的計算時間有夠長 不能拿來速刷用齁 你看有沒有 我這樣1康下去 這個加combo時間算有夠久對不對 好 來 這邊就再去最後一回合齁 好啦 那再來就是那個齁 王2 這邊是5屬 欸 其實也沒有5屬啦 水火 木光星 銅等盾齁 欸 那這邊的話 那個白夜叉一定會幫你轉 5屬加星出來 這邊就直接轉就好 而且閉眼轉珠秒數7秒 超級長 所以這邊就是去把6種符石都消到就好了 好 這邊是暗攻無效啦 但也不影響 白夜叉打的是水跟5屬性出去齁 好啦 這邊魔魅之君的行徑 8粒的extra通關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扶